中途大事录第24章 过了五天,大师祭亚纳尼雅和几个长老和一个名叫特尔特罗的律师下来,向总督控告保禄 保禄被传来后,特尔特罗便开始控告说 菲利斯大人,因了你,我们才得大享太平,由于你的照料,这民族得了改善 这是我们时时处处感激不尽的 但为了不多耽误你的时间,我请求你发人词,略听我们骗黑 我们查出这人实在是个危险人物 他鼓动天下的一切犹太人作乱,又是纳习勒教派的灰手 他还企图窃独圣殿,我们便把他走住了 本想按我们的法律来审判他 可是千夫掌理释雅赶到,以武力将他从我们手中夺去 命令控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 你问问他,便可知道我们控告这人的一切是是真的了 犹太人也一起附和,肯定事情确是如此 总督示意叫保禄说话,保禄辩回答说 我知道你多年以来,就作者民族的判官 所以我可放心为我自己的事作辩护 你能够查知 自从我上耶路撒冷来朝拜,到现在还不过十二天 他们在圣殿里,或在会堂里,或在城内 没有看见我和什么人争论,或集合过群众 对于他们现在控告我的事,他们也不能向你证明 但是有一点,我却向你承认 就是我确是依照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 是奉祖先的天主 凡合乎法律及先知书上所记载的一切,我都相信 我对天主所有的希望,也是他们自己所期待的 就是义人及不义的人将要复活 因此,我自己勉力对天主对人时常保持良心无愧 我离开耶路撒冷当年以后,才回到那里,是为周祭我国人,并呈献祭物 这期间,有人见我在圣殿旅行取结礼,既没有集中,也没有作乱 不过,只有几个从亚世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他们应该到你面前控告 或者,如果这女的这些人,见我站在公议会前有什么不对,他们尽可提出 即使有,无非是为了我站在他们中间所喊的这一声 为了死者的复活,我今天才受你们审判 毕利斯对于这道,既有比较确切的认识,便有意拖延,就对他们说 等你息雅千夫掌下来,我再审断你们的事 谁明白夫掌看守保禄,要重宽待他,不要阻止他的近人来接祭他 过了几天,毕利斯和他的犹太籍妻子德鲁瑟拉一起来到,就打法人叫保禄来,听他讲论有关信仰基督耶稣的道理 保禄讲论到公义,切粗和将来的审判时,毕利斯害怕起来,便回答说 现在你回去,等我得便,再叫你来 他同时也希望保禄给他赔钱,因此,屡次打法人叫他来和他谈话 满了两年,可以积约斐斯托接了斐利斯的任 斐利斯愿意向犹太人讨好,就将保禄留在监里 斐利斯愿意向犹多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